小子 欠我多少钱 我们是不是该算算 放心 放心 我一定会想办法的 你找我的时候 我就得帮你 这符合规矩 我给你几条活路 做不做 到时候你自己考 我给你几条活动 妈 我们以后不回来了吗 以后啊 咱们就出外婆家 你这 你这要回梁家 大理他说 要把房子收回去 这是啥钱当的 新歌的便宜 这 不收你就给啊 这不也是没办法的事吗 喜鹊阿姨 你们以后还回来吗 小夏 以后我们会回来看你们的 嗯 你看那个喜鹊 扫把心 吓死了 我听说他老公被撞死了 人家赔了22万呢 22万 够他拜几年呢 行了 我们走 我先跟你们说清楚啊 这礼物呢 是你们住的 一会儿你打扫打扫去 这厨房呢 你们可以用 但是要和我们分开来住 嫁出去的规念 回娘家 那是不能够和老人家 一起吃饭的 这是规矩 对 对 对 你把大理 你把大理 嗯 火了 这弟弟要收房子就收回去了 他给你吃亏 你吃 大理睡了 睡了 我呢 我呢 人家跟你 喝点事 妈 您说吧 就是你哥 你哥今年都四十了 也没娶上媳妇 前几天呢 王闺婆到他们家来过 说是呢 浩家湾呢 有个姑娘 跟你哥 挺配的上的 那姑娘多大了 三十五了 结过婚 但没孩子 这人呢 我见过 长相呢 普普通通的 家里呢 爹妈都走了 就是一个哥哥 可是这哥哥呢 就是 怎么了 这哥哥呢 是个瘸子 到现在 他也没 娶上媳妇 这姑娘说呢 他愿意嫁过来 但是呢 彩礼钱 得要十五万 说是拿这个钱呢 给他哥哥 娶媳妇用的 其他的呢 他也没提 什么要求了 你看这个家里的情况 你也是知道的 你看你男人死了 回娘家来住 我也不是说不同意 但是好歹 你得帮帮你哥哥吧 妈 什么意思 那什么意思 这不是很清楚吗 那个孙子 被车给撞死了 人家不是赔了你们 二十二万吗 你看你就这么一个亲哥哥 你要是对你哥 对我 还对你死去的爸 有情意的话 你哥哥的彩礼钱 你就出了吧 妈 你钱是留着给大力读书用的 哎呀 一个舅舅半个娘 你给你哥哥出彩礼钱了 你哥哥肯定非常感激你的 你把你当成自己的亲生儿子 哎呀 你看你现在这个情况 啊 你要是再找一个男人 他是没什么希望的 那机构在生活上 啊 一些麻烦事 那还不是点钱靠娘家 来给你撑娘啊 妈 你别说了 那钱不是不会逗的 白眼狼 还没良心 没眼啊 啊 你看真不好意思啊 再搭着天的 让我跑一趟了 外婆 哟 这喜气人子 整这么高了 这个王婆 我喜欢你 外婆 我出去玩去 没事没事 哎 那个 那人家是怎么说的呀 那姑娘啊 都是诚心的嫁过来 可这十五万的彩礼 不能少 要是这钱 拿不出来 我也不太好说 哎 那就 没别的办法了 办法 办法倒是有 看你愿不愿意 你说你说 那姑娘药材里 是不是为了给她 哥哥娶媳妇用 那她哥哥 要是娶了媳妇 这钱 自然就抹去了 对不对 呃 你的意思是 这也不是我的意思 这不正好遇上了吗 你想啊 你家里县城 不是有一个吗 让她嫁给那瘸子 你老大 再把那姑娘起去门 这不亲上家境 不好吗 你也别不乐意啊 要我说呀 我才不乐意呢 这一次啊 办了两次的事 这钱我还少赚呢 你也不懂规矩呢 说话你找什么乱了 这话玩 玩 玩 我这是为你们好 你还知道是外尊 外尊 那不信咱们家的信 这让你哥哥的孩子 才信咱们家的信 说吧 你哥哥的谁以前 你出不出 你不说 你这家那茄子 自己考虑吧 妈 我们怎么又回来了 妈妈答应 每个月给你叔叔 五百块钱租金 以后啊 咱们自己住 那你不用嫁给别人了 妈不嫁 只是啊 妈妈对不起你 把你上学的钱 给了一半给奶奶 但是妈妈答应你 以后一定给你挣回来 我不要钱 我只要妈妈 我先过去玩啊 哎 歇一歇 歇一歇 你啥时候回来的 刚回来 还跟结婚了 你看我都单身那么多年了 总得找一个吧 帅 你喜欢就行 行 一会儿过来吃饭啊 那我回家收拾收拾 待会儿过来 好 那我等你啊 就这样 喜鹊带着大力 又回到了老宅 很快 喜鹊在附近的麻将馆 找到一份打杂的工作 一边努力赚钱 一边带着大力 喜鹊 喜鹊 老大力 几多夜呢 文毕阿姨你来了 妈 文毕阿姨来了 妈 文毕来了 哥叔叔买的哈密瓜 给你们吃 这还没改口啊 还在叫叔叔 就一称呼嘛 就慢慢的就改了 吃饭了吗 吃了吃了 大力 把哈密瓜放冰箱里 多冻会儿再吃啊 可甜了 好 去吧 跟你大力一碗玩意 我可听说啊 你现在是想福了 说郭凯啊 除了林永浅 其余的 全交给你 嗨 一人就是老师 当初我看中他的时候 就觉得他对我好 而且他对我们家小春 和小夏都挺好的 这段时间 怎么没见你家福春呢 去他爸能去 这孩子太调皮了 我真管不了他 不然天就回来了 这清静日子啊 就要没了 瞧你说的什么话 有你这么说呢 他也是你儿子 哎 你呢 你就没想过 再找一个 我 我就算了吧 我比不了你 你瞧你们家 你妈 你哥 但你都好 你梁家人呢 能为你撑腰 可我家里呢 他们都恨不得呢 算了 不说了 也成 哎呀 累就累点 总比看那些男人脸色 过日子好 对吧 我看啊 是男人看你脸色 过日子吧 你怎么说什么呀 这是 讨厌 坐会儿啊 我给你倒点水 不知道为什么 家里没水了 煮不了饭 肚子又些饿 作业也还没写 哎呦 没事啊 去阿姨家里 阿姨就给你做好吃的 真的吗 谢谢文彼阿姨 快叫哥哥 我才不叫 哎呀 这小子 你毛怎么有啊 快点 这混小子 大力 来 走 走 哎呀 一会儿给你做好了 这喜鹊也是 把孩子给他饿着 也不管一下 人家不用赚钱啊 我还 每天 每天人来人往的 他能早回来 就算不错了 哎 这什么呀 哎 是啊 他家水管坏了 你要空的时候 给他去修一下啊 小春 不要欺负大力啊 你不 小孩子们吵架很正常 一会儿就好了 太不像话了 叔叔 阿姨 我先走了 这样 一会儿我把爸 给带你送过去 小川 看我 你也不 嗯 李萱 蛋啊 我给你加点吧 你是要酱油还是椰 又行 看着办 你现在尝一尝可合不合适 味道倒是合适 就是面硬了点 哎呀 这个你不懂了吧 人家喜鹊呀 就是喜欢吃硬的面 是吧喜鹊啊 啊 哈哈哈哈 你这名字取得不错 来 帮我摸一张牌 帮我插一下手去 你放开我 你喝 你这手还摸不得啊 喜鹊 去洗碗 快去啊 嗯 哦 我 这个呢 嘿嘿嘿 大力啊 所以还没写完的 嗯 你这脸怎么了 你这脸怎么了 嗯 我摔了 摔的 你学会撒谎 是吧 是不是跟人打架了 我没跟人打架 没跟人打架 你怎么会弄自己啊 我一天到晚在外边 累死累活的 你倒好 学着跟人打架了 你都在起床吗你 我都说了 我没跟人打架 什么意思啊 想提醒啊 你敢跟妈妈顶嘴了 你有本事 你听着打架 学啊 非要学坏的 我告诉你啊 我告诉你啊 你咋的 那是以后吃了亏 你别后悔 学着跟人打架 还打成这样 你不知道妈会心疼的吗 你不知我妈会心疼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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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 学校 你怎么还提水呀 没办法呀 家里水管坏了 一直没修好呢 我帮你修 一会儿啊 我帮你修 我回家拿点工具 就在家等我啊 谢谢啊郭大哥 没事 那我先去开门 行 谢谢 来 许许 修好了 郭大哥真是太谢谢了 你看这大人挑人了 我还这么麻烦你 我去买点菜买点酒 留在这儿吃饭吧 不用麻烦真不用麻烦 文毕还在家懂我呢 那就是在一块儿啊 家里面还有两个孩子 我 我给你钱吧 多少钱啊 真不用客气吧 都是邻居帮下忙很正常吧 以后有什么麻烦 招呼一声就行了 走了 谢谢啊 郭大哥 你哥要走 舒服多了 什么时候吃饭呢 喜鹊没留得吃饭啊 留了呀 人家还叫你一块儿去呢 但是我想啊 这喜鹊妹子一个人带来个孩子 挺不容易的 就别让他破费了 哟 还会心疼人了 不是 你这话说的阴阳怪气吧 什么意思啊 就是看你喜鹊妹子 叫得挺顺口的呀 这 这不是那天你让我去的吗 怎么 还不让说两句了 说说说说说 哎呀 你顺着这个人的小气 文碧 郭大哥 都在呢 哎哎哎 你去呀 说好了吗 怎么又问题了 没有没有没有 刚刚啊 郭大哥走得太快了 我还没来得及感谢他 这不买了两瓶酒 算是我一个心意 喜鹊 真不用这么客气 应该的应该的 来收下吧 不用了 行了收下了 起去吃饭了没 一起吧 不用了 我还去麻将馆 就在麻将馆 随便吃点就行 哦 我先走了啊 谢谢啊 慢走啊 哎呀 你说你也是 还真收下了 人家一口一口 郭大哥叫着 心意都送到门口了 你不好意思不说啊 哎 姐姐阿姨对不起 哥哥你没事吧 没事了 好了好了小心了 阿姨知道你是乖孩子 啊别哭了别哭了 哥哥没事的啊 走 我们回家了 找哪儿没有啊 啊妈妈看看 大脸 你告诉妈 上次受的伤 是不是扶车给打的 我没跟她打架 我也没还手 妈知道 大脸是个懂事儿的孩子 对不起啊 是妈错怪你了 不过以后啊 那个傅春再欺负你 你要告诉妈 或者告诉你文编阿姨 别忍着不吭声 知道吗 知道了 行了 写作业吧 改天啊 改天啊 我去找你文编阿姨 好好谈谈 妈你别去了 为什么呀 文编阿姨管不了她 而且我也不想别人说我 背后打小报告 这怎么能叫打小报告呢 好了 妈有分寸的 啊 先送院吧 来 喝水吧 郭大哥没在家啊 啊 他呀 干活去了 怎么 找他有什么事儿啊 哦 没事 我今天过来 是想跟你说说孩子们的事儿 孩子 孩子怎么了 前些天呢 我看见你们家傅春欺负我们大力了 我就是想过来跟你说一声 我没有其他意思 我知道 傅春这孩子比较淘 我觉得吧 你应该多管管他 免得这孩子以后走偏了 齐齐 你这么说 我就不太爱听了 这孩子嘛 打打闹闹闹闹很正常啊 就这么点小事儿 你就说我们家孩子走偏了 这不是挖苦 文碧 我不是这意思 我这不是担心吗 我们家大力受了欺负 我这当妈的心里 难免有点情绪 我也是好好跟你再说呀 我就是想说这孩子小时候得 管着他一点 要不长大了就不好管了 所以我 行了 西雀 你的意思就是我不会管孩子是吧 是 我承认 你们家大力学习好成绩好 你有本事 那我们家小春 除了成绩差点 那爱春初崩头 其他也没什么大毛病 就点鸡毛蒜皮的事儿也往心里去 还跟孩子交双人去 滚病 这就是你不讲道理了 这 傅春欺负大力是事实啊 你这当妈的事应该管管 我管不管 那是我的事儿 我要怎么管也是我的事儿 别瞎操心 这说不好 还是你们家大力欺负我们家小夏 那小春看见了 保护他妹妹也是正常的呀 怎么成了我们家大力欺负你们小夏了呢 我们家大力能去欺负小夏吗 想想想我真的 以后我就叫我们家小春 别去招惹你们家大力 你也让你们家大力 别招惹我们家小夏 你 莫莫 你确在啊 怎么了 吵架了 谁又闲工夫跟他吵架 因为孩子的事儿 喜鹊和文毕的关系不再那么亲密 转眼十年过去了 大力和夫夏考上了县城的大学 成了同班同学 喜鹊开了一间早餐铺子 郭凯搞起了装修队 正义不足的又什么次 好 别走 别走啊 月儿 给我们过来几个包子啊 好 波大哥的朋友啊 这豆浆随便喝 那怎么行啊 我们这个工戏啊 一做就是几个月 会是你 该怎么算就怎么算 嗯 老板娘的包子好吃 新鲜的 那当然 一大早我就去买的肉 当然新鲜了 行了 不用管我们去忙吧 哎 慢慢吃啊 怎么样 嗯 这真美 你晚上两个把都没赢到 别人 睡觉以后我去翻本 了 哎 哎 好 你怎么这么会 你 说了 你说了 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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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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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齐俊啊 这有问题啊 啊 我告诉你啊 你这个店 可是这街坊邻居 给你撑起来的 你可不能坑我们 这老实不客呀 怎么了 这肉不新鲜哪 怎么会呢 大家伙刚吃了 没问题的呀 他 他 他 怎么呢 他不是第一家了 是不是啊 哎 哎 你试着故意什么事啊 呦 这不是郭侃吗 怎么 不在家管自己老婆 跑这来 管这寡妇的事情 不合适吗 你把狗放干净点啊 还怎么当 想打架是不是啊 我给你换海鹏啊 我给你换海鹏啊 快跑 快跑 做我的 去 没事 拿着吧 赶紧走 这还差不多 我告诉你小子 你给我小心点 走 怎么说话的 郭大哥 吃完赶紧出工去吧 不挣钱了 齐萱 这样太便宜他们了 算了 那些不错 我都习惯了 你们吃吧 别别 没事 吃好了吗 吃好了吗 齐萱 我们走啊 钱给你放壮啊 哎 帕子 里面 干什么 干什么 你小子 早上不是挺横的吧 想手啊 慢点啊 怎么样啊 怎么又伤脑啊 没事 这一把年纪了 出什么风头吗 都怪我 要不是因为我 那帮小混混呢 我早就看不顺眼 如果不是他们今天人多 看我怎么受他 逞什么了 工程队的事你不管了 哎呀不是还有我那帮兄弟吗 老天爷给我机会 让我休息一天 休息一样 用钱算谁的 文毕 这郭大哥是因为我才受的伤 嗯 这无工费 汤药费 你给算算 我来付 哎呀你去 难道我看见你被人家欺负了 我我我就是站旁边不管呢 行了你别说了啊 行了你别说了啊 爸 你啥时候走啊 后天 这福春要去哪啊 这小子啊 书练不下去了 他舅舅给他找了份工作 献成打工去 也好 这小夏不是在城里读书吗 两兄妹正好有个照应 往上点啊 哎 郭大哥 你好好休息 好 嗯 这家里 要是缺的啥 要弄的啥 文毕忙不过来 就叫我 哎 我先走了 哎 哎 细圈 慢走啊 哎 别动 哎 我没动 别打我呀 哎 就你这儿动 城外面这件事你必须给我说清楚啊 说什么 我有什么好说的 该跟我说一下呀 你觉得不该说吗 我老是不说的吗 哎 哎 城外面 这么些年了 你把我当傻子 太过分了 不高兴啊 你看 看 穿它 莫大哥 这怎么回事啊 闹那么凶 咱俊 你是不是知道啊 他跟我结婚之后 他就上医院做了保护措施 我就说这么些年了 怎么就怀不上了 结果他根本就没打算 跟我要孩子 那这事你们商量过吗 这有什么好商量的呀 我爸妈想要抱孙子 我想要跟孩子卷毛有错呀 可这文帝毕竟带着俩孩子 你也得为他考虑考虑 那谁为我考虑 家里面这两个孩子 都已经这么大了 我也进到了一个做父亲的子 十年了 我爸妈这么大岁数了 他们能有几个十年 郭大哥你别着急 咱们有什么话慢慢说 要不我找文币谈谈 谢谢你别谈了 他不讲你的讲不通 齐倩你给我评评你 这些年我还偷偷的 上医院检查了 我还以为是我的问题 结果是他防住我的 也许人必有他的苦衷和难处啊 毕竟他岁数也不行 他有什么苦衷 他就不该瞒着我呀 他要是不想生 我们可以商量他 他这样瞒着我算什么呀 有段时间呢 他把我都搞得很 那你笑什么呀 你看我受了这么大委屈 你还笑得出来呀 好好好 我不笑 那 你现在准备怎么办 我先回老家住的天再说呗 天都这么黑了 你打算现在走回去 那不得到天亮吗 那我今天就先回工地 那我说呀 也别折腾了 俗话说 这夫妻床头吵架床尾和 你今天晚上就在我家 凑合一晚 等明天啊 再跟文毕好好谈谈 不是 这 这不太合适吧 这有什么不合适的 你们平时也帮我不少 再说了 这邻里邻居的 哪有那么多讲究啊 你今天晚上就在我客厅 讲究一下 那真是不好意思啊 走吧 齐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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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呦 齐大妈 这么早啊 郭凯 你怎么在这儿啊 一年难尽 齐大妈 焯水表呢 我给你焯去吧 齐大妈 身体挺好的呀 这么早出来窗门 不用睡懒觉啊 我算什么窗门呢 底不是窗得更早吗 齐大妈 你看看啊 我都给你焯好了 嗯 车老太太 行了 你呢 得去开座子了 你时间也就晚了 待会你回去的时候啊 你把自己的难处啊 跟文毕说一说 这两个人吧 相互理解 你呢 也多说点好听的 这文毕一高兴 说不定就答应了 要不你跟我一块去 我这心里面没底呀 怎么 还怕啊 不是怕我 我这个人不太会说话 我怕几句话又吵起来了 那也要我把上午的生意给做了呀 我就指着这几个小时挣钱 你就保持这几个小时的冷静就行了 我尽量 我 文毕 哎呦 怪不得 啊 不回来 怎么这么来了啊 瞎瞎瞎瞎瞎什么呀 回家回家 走开 文毕 你听我说 郭大哥都跟我说了 你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你少来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们平时就眉来眼去的啊 文毕他福祉部里坐这儿就 哎呦 但我眼睛看不出了 好啊 好啊 滚床上去了 两个没看出来啊喜鹊啊 你厉害啊你 文毕你在说些什么呢 你 别人瞎瞎瞎瞎瞎 我说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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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吧 啊 就你们这点儿胖上 你 波凯 我不会告诉你 只 别人说的 的确是扫把歇 我还帮他说了两句 我还帮他说了两句 现在呢 你们不要脸 我还要脸呢 喜鹊 忽于我把你当好姐妹啊 你干的这点事 你要给点良心你 混毕 你是不是有什么误会的地方啊 昨天你们俩吵了架 郭大哥说他要回老家去 天都那么晚了 我留他住了一晚 没你说的那么不堪 我说的不堪 你是个管子 你是我们人家的男人 在你那住 你好意思说了你 我看你 就是个不愿意的 就是高领态的 不愿意的 你 是不是 这面是 不是 这是我家门口 这个不是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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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你怎么来了? 我 好事不出门,怪事传千里 我怎么来了? 我来就是想看看你是准备怎么把我这老脸给垫尽的 妈,不是他们说的那样 那是谁呀 你偷别人的汉子,被人逮了个正常,你好意思啊 妈,我是你亲闺女,你怎么说话这么难听呢 你还知道我是你妈呀 那你还干那些伤风败族的事 什么叫伤风败族? 我一没偷二没抢,我平着自己的双手过日子 你没干那些见不得人的事 那为什么人们专门在你的屋里面 别人呢 那人家要瞎说,我能怎么办啊? 难不成我还把他们的嘴都缝上 喜倔 我知道你埋怨我了,不想见我 但是今天这事,我就是管定了 以后,不许你跟这个郭凯的有任何来往 那是人家的汉子 你要总有点羞耻 丢致 妈,你这词用得太好 孙子从车祸走 你从来没有关心过我 拿着大力上大学的钱,给我哥娶媳妇 这就是你说的羞耻 你孙子 你从来没关 现在他出去了 上大学了 你当初炫耀说那是你孙子 这就是你说的羞耻 我 我在麻将馆里边给人端茶滴水 遭人欺负的时候 你看看我一眼了吗 现在你家说了 你跑来心事问罪 跑来管我 如果这就是你说的羞耻 我对不起 那都是得到你的遗传 咋的 不停信啊 你来干什么 我来干什么 我来讨个工 这个 给子修提咬 找点再见 你不要叫我妈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啊 怎么会搞成这样子 我要找文毙阿姨说了一次 你别添乱了 你文毙阿姨也是因为误会 才一时气骨头 你这样跑去找她 那不是计划矛盾吗 那怎么办 你现在被人家戳几两股呢 他们爱怎么说就怎么说 不行的值得做得正 我就不信了 这死的还能说活了 那要不这样 您跟我去县城吧 县城 我能干什么呀 你可以找个店面继续做早餐铺 凭你这手艺到哪都不会愁 说的这么简单 那城里啊可不比村里 光是租铺子就得贵好多 那些钱都是留着你上大学的 我不敢冒这个险 妈 你也太看不起你儿子了吧 我现在可以边上学边打工 我可以自己赚生活费 而且还讲学金呢 你真的不用管我 再说了 这城里的店面是贵乐店 但是消费水平也高哦 这是相等的 就凭您这手艺 就等着发财吧 你呀 就会先好听的跟你妈说 真的 我不骗你 要不 你先跟我去城里转转 成不成 您再定夺 这城里做的 真的赶不上您做的包子 真的 你就相信我 那行 我先跟你去城里看看 妈 我保证你会做出正确的选择 几确 对不起 我带文币给你道歉 没有什么损失啊 告诉我 我来赔 不用了 反正那些桌椅碗筷 也值不了几个钱 郭大哥 我觉得以后 咱们两家还是保持点距离 俗话说 苍蝇布丁无缝的蛋 咱们没必要让人家说醒话 最近给你添了很多麻烦 你放心 我会给大家解释清楚的 怎么解释 难不成还一家一家去说 不用了 反正我马上要去县城了 去县城 那你的铺子怎么办呢 关了呗 就因为这点破事 连铺子都不要了 太不折 你想多了 其实我去县城 是为了大力 就这么一个儿子 他长期又没在我身边 我没办法照顾他 既然发生了这件事 所以我就接受吧 或许 他跟大力 在县城会过得更好呢 这不是没可能的 既然你已经决定了 那我就祝福你们 一切顺利 那我回家收拾东西去了 就这样 喜鹊离开了这个熟悉的地方 来到县城 离学校不远的地方 租下了一个不大的店面 和大力开始全新的生活 喜鹊阿姨 喜鹊离学 最后再吃东西 这小小明星 小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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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玩笑 我妈以前天天 在麻将馆给人做吃的呢 那些人的嘴多刁啊 没点手艺 等待这附近开馆子 小夏 别听她瞎说 阿姨啊 就是运气好 这样也多亏你 经常带同学过来吃 阿姨 孩子感谢你呢 对了 小夏 那个 你哥不是也在省城吗 他没联系你吗 他呀 给我打过电话的 都是问我要钱 我一学上 哪来的钱呀 只知道他两次 他就没来找我了 他不是在上班吗 怎么问你要钱呢 这个 我就不知道了 好了好了 差不多了 我们来走啊 齐齐阿姨 我们走啦 哎 慢点啊 大力 快学早点 这孩子 不习自料都不乱 妈 小晃你去吧 大力 来 坐下 妈跟你说五话好 怎么了 你现在跟小夏 是什么关系 同学 怎么了 大妈是傻子 我都看到了 你们俩谈恋爱 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 妈 我们本来打算的是 毕业了 稳定了 再跟你讲 你们现在这个年纪啊 就应该好好念书 这谈恋爱 多耽误学习啊 不会的 我们在学习上 互相鼓励 互相帮助 还约定 毕业后 再好好在一起 其实妈知道 你们都是好孩子 也都有分寸 小夏这个孩子呢 挺懂事的 妈也喜欢 我也不反对你们 但是呢 你们还是要以学业为重 嗯 妈 就放心吧 其实我最担心的 是你文毕阿姨 如果知道以后 会怎么样 你也知道 现在咱们两家人 闹得这么不愉快 对了 我听小夏说 文毕阿姨跟郭叔 结婚了 结婚 什么时候的事 具体什么时候 我也不知道 上一次小夏 心情不好的时候 告诉我 我觉得问太多 也不太合适 行了 你还是早点睡的 妈 你早点睡 对了 明天休息 我想 和小夏一起去看电影 行 注意安全 谢谢妈 我就是说吧 这电影挺好看的 你还不信 行 你说好看 就好看 是吧 你说好看 没事吧 没事吧 没事吧你 你们没事吧 说话放开 我 赵大利 你们家可以 你妈勾引郭凯 你还敢泡我妹妹 你胡说什么呢 哥 你放手 怎么 现在胳膊肘就开始往外拐了 哥 你放好你自己吧 你当心去做什么呀 赵大利 我的事你少操心 别他妈瞎说 听见没有 傅春 你成天这样瞎混有意思吗 你给我闭嘴 什么车轮到你来就选我了 赵大利 你也不瞅瞅你就是怂样子 你要是再敢招惹我妹妹 我弄死你 哥 大 行了 今儿个我还有事 就不跟你们嫌扯了 你给我小心点 上天 上天 阿姨 怎么办呢 我觉得吧 这事 迟早得告诉你吧 不然让他这样瞎混下去 迟早会出事 行了 我先送你回学校 老板 老板 是你打电话 怎么是你啊 姐姐 好久没见 还好吧 我跟大利挺好的 我听说 你跟文帝离了 是为了上司那事 不是不是 你走了之后呢 我在村里面那个装修队 出了一些事 摔伤的人 赔了很多钱 村里面也不让我接活了 就因为这事 公帝天天跟我吵架 吵啊吵啊 感情也大 所以后面 我想啊 我在村里面也没什么事看 就想着到城里面来试试 结果今天派给我的活 就遇见到你 试试难料啊 对了 小夏跟大利的学校离这儿不远 那俩孩子看完电影估计会路过这儿 看电影 啊 请你休息 两孩子就自己安排着玩 嗯 你在这儿待会儿吧 晚上咱们一块吃个饭 啊 不用麻烦了 孩子们已经大了 我这个当后爹的 见了他们也不知道说什么好 往而尴尬 我还是给你看看水管吧 啊 在里边呢 大哥 大哥我求求你啊大哥 啊 我求求你啊 我求求你啊 啊 福春啊 你很没意思 我他妈找你的时候 你就老躲住我 你找我的时候 我就得帮你 这不合规矩啊 福春 我再也不跑了 大哥啊 你救救我啊 我觉得很难受 救你 谁他妈救我啊 你在我这儿签了多少钱 你知不知道 我要不是因为看你跟我是同村的 我想办法还上你去吧 你再给我一个 啊 行了 咱们先算算账吧 你之前在这儿打牌书的 就算我不收你利息 这本金加起来也得有六七万嘛 之前你还有个做装修队的老爹 啊不对 应该是后爹 在帮你撑着 现在你拿什么缓呢 我 我想办法的 我就说 我就走我去抢 我一直把你这个画像 你一直给我一口 你一直给我一口 我弄得很难受啊 大哥啊 我说那 哥就最后再帮你一次 但是他欠了钱 是必须得还的 哥给你指条活路 到时候做不做 自己考虑完 给他 你来干什么 我来当然是找你了 有什么事快说 打猎啊 咱们也算是从小一块长大的 你要跟我妹在一起 是不是得让我这个当哥的同意 你到底想说什么 也没什么 我妈的脾气你是知道的 她要是知道你跟小夏在一起了 她铁定不同 不过我妈听我 只要你肯帮我 我就帮你 你什么意思 哥们这有一条身材知道 想带着你一块挣大钱 我现在还是学生 我和小夏的事也是毕业以后才说 你要赚钱 你自己赚取 我没兴趣 瞧你那怂样你是不敢 什么事你说 我呢 最近在搞一批香料批发 我听小夏说 你妈那天好像最近挺火的 我可以给你们免费提供香料 只要你们觉得好 回头再找我拿 当然了 如果以后有别人需要 你让他们直接来找我 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 我只不过呢是没有走货渠道 等以后咱们找钱了 我妈那块也说不上什么话 你跟我妹的事 不就自然而然水到渠成了吗 你怎么突然那么好心 唉 这人嘛 总是会变的 我也希望我妹过得好 是吗 拿着 先别告诉你妈 这是我们俩之间的生意 不要让那些大人 小瞧了咱 行 我先回去了 是 大爷 早上来了 大力呢 他出去了 说是有什么事 要不你给他打个电话吧 没事 我就是来吃吃吃啊 哎 梁萱 都忘好了 看到星座之外 以后心结也要做了 郭叔 小夏 最近学习怎么样了 还行 大力啊 帮助我不少 我和你妈 郭叔 你们之间的事儿 我尊重你们 说实话 这从小到大十多年 我早就把你当做家人呢 只是一直没来得及改口 现在好了 也不用改口了 我觉得呀 叫您郭叔最亲切 哎 你能够这么想 真的很意外 我还以为你不会认为这个郭叔了 怎么会呢 您对我们的好 我记着呢 只是我妈她那皮去吧 这么些年 您是委屈了 不委屈 都过去了 哎 郭叔 既然咱们在这里相遇 要不我叫上大力 还有喜鹊阿姨 咱们呀 一起吃个饭吧 好啊 其实你喜鹊阿姨之前跟我提过 我没好意思答应 这有什么不好意思啊 又不是外人 走吧 长大了 都是了 го美 你看看 来 小丽 在在什么呢 没 rocks 怎么了妈 啊 我只él给你说呀 我碰到你郭叔了 郭叔 她来县衬啊 她约咱们跟小夏明天一起吃个饭 好啊 小夏知道吗 小夏今天下午来店里了 正好碰到他播书 好像这事就是小夏提的 对了 下午你去哪儿了 小夏问你要复习资料 你一直没回来 啊那个 我有点其他事去了 好几个同学找我复习资料呢 啊 那个 你要记得啊 明天放了学跟小夏一块过来 早点睡 知道了 妈出去了 来 大家一起干一杯 以后我们在这个县城啊 都相互的照顾 大力 小夏 你们呢都好好地学习 争取找一个好工作 为我们村 两眉土气 啊 来 来 来 我呀 祝喜亲爱意的生日 愿意愿好 生争愿上 谢谢小夏 阿姨呢也祝你 心想事成 美貌成真 要我说啊 郭叔最不容易 身边又没有什么亲人 那我就祝郭叔 早日开启 爱情第二春 大力 你都说些什么呀 对不起啊 我不是故意 没 没事 我也希望我郭叔 能够幸福 来 咱们再干一杯 来 喂 快进来吧 还有谁 来了 你已经知道了 哟 还挺热呢 哥 怎么着 欢迎来 啊 哪有 来来来 付车 赶紧坐呀 都别看着我 接着吃啊 付车 你最近忙什么呢 阿姨也很长段时间没见 你 做点小生意 以后还得靠你多帮助 来 我进去 干了 可算了 怎么说话呢 没大没想的 你谁呀 哥 你闭嘴没你的事 我是在问他呢 你谁呀 我是你 我是你郭叔 也是你爸 哟 一会儿郭叔 一会儿我爸 我到底该怎么称呼你 啊 我就奇了怪 你为什么跟我爸呢 是个事 付车 你瞎穿什么了 别生气呀 赶紧说 阿姨 我没有针对你 我呢 只是在问这个 你对得起我 我不仅对得起你 也对得起想象 对得起 那我就没什么好说呢 我就 祝你们一家团聚 啊 行了 我今儿来呢 就是看看 李阿姨 看看我妹 我还有事 我就先走了 来 郭大哥喝水 谢谢 你和大力现在 这不是事 是啊 这房子是我租的 虽然老了一点 但是租金便宜 挺好啊 比以前村里面条件好多了 今天对不起啊 本来打算好好地请你吃一顿饭 可小春这孩子太不懂事了 今天最难受的应该是小夏吧 其实小夏也是好心 但是我没想到 福春还是这么怨恨我 也难怪 到处那事 也是因咱们而起 你说这孩子怎么就不明白呢 别说孩子不明白 就是我妈的骨肉 这鸣不明白 就只有咱们自己心里清楚 都怪我 当初如果没有和文毕吵架 没有去你家 也不会老成今天这样 我也有增生 我也没有考虑到 当时的情况 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呢 说起来也巧啊 当初去你们家修水管 现在到你们店里面还是修水管 你说我跟你们家水管挺有缘的 可是你现在 已经没有当年利索了 是啊 一转眼十年了都老了 都老了 老了 啊对了 大力送小夏回学校应该快回来了 那我就先回家了 以后有什么事了尽快找我啊 路上不安全 大力啊 大力啊 赶紧起床 原来 桌上有吃的 吃完赶紧去 我去开店了 吃了我吗 。 。 爸爸,我去 这个吧 老实是 这大力和小夏怎么还不回来 尽管 谁是老板 啊 我是 两位吃点什么呀 你好 我们是食品管理监督局的 我们接到消息 怀疑你们店使用了违禁物品 请你们立刻停止营业 接受调查 你们是不是搞错了呀 我这店里怎么会有违禁物品 不好意思 请你配合我的工作 出什么事儿啊 大力被警察带走了 什么 我也想知道为什么呀 许臣 小夏 怎么回事啊 昨天都好好的呀 顾叔 大力被警察带走了 别急别急啊 小夏 你告诉我 怎么回事 上课 大力有些阻神 然后被老师电名 老师过去看看男子嘛 不知道老师拿一袋什么东西出来 然后就把大力 叫到办公室去了 后来放学 我去找大力 其他同学告诉我说 后来大力被警察带走了 今天 食品卫生监督局的人 让我停业接受调查 我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我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郭大哥 你说 大力会不会出什么事儿啊 不会不会不会 大力是一个老实的孩子 一定是有什么误会的 先别急 来来来 坐下啊 先坐下啊 慢慢的想办法 我去 我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fare 都不吝点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对对对 我是赵大力的妈妈 好好好 我马上来 警察就来电话了 让我马上去一趟 快点啊 警察同志 我儿子到底怎么了 是这样的 赵大力先生写在有违禁物品 根据他提供的口供和我们的调查 我们已经抓捕了几名嫌疑人归案 并证明了他的证词 他只是被人利用 不构成犯罪 其余逃窜的不法分子 我们正在继续地追捕 感谢大家的配合 他可以跟你回去了 谢谢啊 谢谢警察同志 你谁敢想教你 你跟都跟什么人混在一起 你怎么解 妈呀 妈 我不知道那是毒品 我也是受害者 你是受害者 你怎么告诉我的 你说你跟小夏在学校里边 互相帮助 互相鼓励 你的诚信去哪儿啊 你没 买网啊 你是毒品啊 你是什么呀你 妈 我知道错了 你能不能信任我 妈 我以后再也不会了 那你跟我说说 那些人都是些什么人哪 你们怎么认识的呀 妈 你别逼我 什么叫我逼你啊 我这是在帮你啊 你到现在还在唐护他们 有什么话说 孩子刚刚回来 你让他喘口气 他立着我的脖子 想要我的命 腾腾大学生啊 他胖毒品 将来同学们怎么看他 大力 大力 郭叔叔相信了你清白的 但是你说一下到底怎么回事了 证明你的清白 你看你妈妈这么担心 你说话呀 大力 你快告诉阿姨吧 我们不会怪你的 快说吧 我说说 你们要我说什么 事情已经发生了 你才已经知道他清楚了 我是无辜的 说穿了 你们真是不相信我 妈 不是那样的 天大神你好好 你们都想知道 那我告诉你 是傅春 那东西是傅春给我的 听我说是香料 让我家来见你的使命 你 误文 能 可是是毒贩 天大神 都行 那 你 那 您难过了 或许事情 没有我们想的那么糟 我们先回去 弄清楚 到底是什么情况再说 好不好 走吧 谢谢 晴圈 晴圈 你醒了 好心了吗 大力 来 大力呢 慢点慢点 老大呢 老大呢 老大 老大你追他去 我找大力去 你醒醒 你醒醒 醒 慢点 慢点慢点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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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SPEAKER 哥 你吃不上 你给我是毒品 我操 你知道这笔货多少钱 我告诉你 这笔损全算了你的头上 回去让你妈准备钱 等我联系 听明白没有 听明白没有 干什么那事我没把手放开 该做的我都已经做了 你这是什么意思呀 什么意思你还不知道吗 今天咱们就新账旧账一起做 这批货值五万 加上你之前欠我的七万一共十二万 你妹妹我就先带走 你跟她去筹钱 筹到钱了再来娶你妹 二三老 这事跟我们没有关系 我忘了你妹 你可得抓紧啊 完了的话 我就让你妹妹 今天晚上先把利息给还了 我怕你 我怕你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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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追一下啊 快快快 快 好真哦 来 二十 傅春呢 小春自首了 希望傅春经过这次的事 以后没有改变 小夏 怎么了 怎么哭了 没事 我就是控制不住 想哭 大力啊 你先带小夏 回学校吧 别耽误了学习 我有话跟你郭叔叔 郭大哥 你坐吧 郭大哥 你老是告诉我 我到底怎么了 你们的表情 骗不了我的 患者的伤情没有什么大碍 但是我们查出 他有胃癌晚期 为爱 晚期 你怕幸福会长 这是第一次的 郭大哥 我没事了 这辈子啊 什么大风大浪美景 如果这一次 我要真过不去 我也没什么好想的 用说会吗 我想把大理 托付给你 你得把我好好照顾他 你把也有好 郭大哥 你真的是好人 这几年 我们母子俩 也多亏有你这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去感激 对了 我那铺子 也交给你了 大哥 你也要好好照顾自己 我希望 你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 我有大理 小家 还有 你 在我身边我就觉得很幸福 你别这么说 你应该有更好的生活 更美好的未来 我还有一个祈求 我想接一切纹屁 我想接一切纹屁 好 谢谢观看 文碧 你来了 想一想 咱们俩已经很多年没说过话了吧 你好 很多年啊 我知道 这些年 你对我和郭凯 也误会 算了 过去的 就让它过去 谢谢 我还要谢谢你 谢我 小春 踏进街都锁了 要不是你们 这孩子 还不知道会犯下什么样的错 他怪我呀 我这个当妈的 疏忽了对她的造母 其实 傅春 这孩子 本质并不坏的 你多去看看她 我相信她很快 不会到大家身边的 还有 大力和小夏 都是好孩子 我希望他们能走下去 也能得到你的祝福 我不希望咱们上一辈的恩怨 影响到他们的未来 我知道 你放心吧 多想再回去啊 回到那段 快乐的时光 我陪你 我陪你 郭凯和文碧陪着喜鹊 回到了母家 喜鹊的病情 慢慢有了好转 正好 感觉像是回到了从前 还是这儿 重远了家的 喜喜 能认识什么 有我这辈子 对我 是 是 感谢观看